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婚姻继续收听《互联巅峰》 第3401集 世界术发难 三千世界术奇特 结出三千世界果 能助开天境直敬一品 但每个人一生都只有一次进入其中的机会 成则摘过 败则陷落其中 永远也无法脱困 杨开与浪青山都算是进入过世界果的 若不用这种舞弊的手段 根本进不来 而杨开的玄界术中 可是血藏了将近四十人 若是时间足够 一切顺利 他能在这里获得几十枚世界果 比较那仙天果树和仙天灵果 杨开无疑对这世界果更感兴趣一些 由一出现 杨开便立刻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气息 不免有些失望 因为这个世界的气息并不算太强 应该只是一枚下品世界果 三人倒都没有变成其他什么东西 依然保持着自己本来的模样 只不过各自的力量被压制得很厉害 连平时三成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 这应该是这个世界的法则的缘故 这是什么 赖子头忽然有所发现 低头望着自己的腰间 那里挂着一个布囊 鼓鼓囊囊 不知装了什么东西 大人也有 我也有 朗青山瞧瞧扬开的腰间 又看看自己的 发现大家都多了一个布囊 看看就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了 赖子头黑黑一笑 将布囊取下 打开一瞧 恶然道 好多虫子呀 与此同时 杨开和浪青山也打开了各自的布囊 发现确实如赖子头所说 这布囊中装着一些古怪的虫子 数量不多 只有几十个 一个个如蝉宝宝一样 雪白雪白的 杨开神念扫过 并没有从这些虫子体内 感受到什么太强大的力量 反倒是能清楚地察觉到 自己的神念与这些虫子之间 有一些若有若无的联系 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呀 赖子头不解 浪青山有过一次闯荡世界国的经历 文言若有所思的 可能与破解这个世界的奥秘有关 又怎么样 吃了吗 赖子头捏出一只虫子来 放在眼前仔细打亮 不但嗅了嗅她的气息 还伸出舌头 舔了舔她的味道 浪青山在一旁 看得脸色发青 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杨开忽然眉头一皱 抬眼望去时 只见几十只 体型壮硕如牛 刺压咧嘴的幽狼 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很快就将三人包围在中间 这些幽狼 各个都散发着胸利的气息 口中低吼不断 看起来极不好者 大人 浪青山神色素目 迅速朝杨开靠拢过去 赖子头也暗暗吞了口口水 脸色发白 三人背靠着背 一身力量暗暗催动 随时准备出手 一身狼嚎传出 那几十只狼妖扑杀上来 杨开屈指一摊 一道月刃朝前展出 但那月刃的威能 竟是根本 抵不得平常 只有一尺多长 月刃斩在一头 腰狼的肩膀上 只在其身上留下了一道伤痕 根本没能将它登场斩上 杨开脸色一尘 这个古怪的世界 对自身的实力压制得有些厉害 若非如此 这一道月刃的表现 绝不至于如此不堪 另一边 浪青山和赖子头 也接连发力 但他们的地狱 本就不如杨开 此刻同被压制 即便拼尽全力 也只能对妖狼造成轻微的伤害 几十只妖狼 将三人团团包围 轮流冲锋 鲜血的味道 刺激他们的神经 让他们越发狂暴凶残 杨开三人屡次想要冲出重围 却都没有寻觅到合适的机会 照这个势头下去 三人势必要被这几十只妖狼 撕成碎片 大人 我快先止不住了 赖子头说完之后 忽然痛呼一声 却是胳膊被一只妖狼咬了一口 顿时心血淋淋 杨开思绪急转 思索破局之法 果中世界的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如那第一次进入气炮世界 离开的奇迹就在一个气炮之中 第二次见中的世界 可以斩杀其他的长剑 壮大起身 一步步走向巅峰 这个世界应该也有一些规则 一些自己没有发现的规则 只要能利用这个规则 应该就能脱困 一念至此 杨开将目光投向自己腰间的布囊 伸手从布囊之中抓住一只虫子来 前方一头狼腰勾勾扑起 口中兴风扑灭 那獠牙闪烁寒光 杨开催动神念 将手中那虫子祭出 直接朝那妖狼打去 说来也奇怪 那虫子离手之后 忽然抱围一团耀眼白光 一下子将那妖狼笼罩 原本气势汹汹的妖狼在被那白光笼罩之后 竟像是遭遇了莫大的打击一样 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由头晃脑 与此同时 杨开分明感受到 自己与这妖狼的神魂之间 多了一层若有若无的联系 自己似乎可以控制住这妖狼 没有犹豫 立刻催动神念 压制过去 那妖狼还想反抗 但杨开的神念何其强大 全力催动之下 他根本反抗不得 只不过一息功夫 那白光便悉数涌进了妖狼体内 杨开心念一动 那妖狼立刻扭头 张开血盆大口 朝自己的同伴喉咙咬去 咬得对方心血狂喷 亮枪后退 这虫子可以遇使这些妖狼 杨开高呼一声 浪青山和赖子头文言 哪儿还有什么迟疑 纷纷从自己的布囊中 取出一只只虫子来 学着杨开的动作 将那虫子打出 一只只虫子爆成白光 照在妖狼的身上 等到白光完全涌入进去之后 那妖狼便会受三人掌控 局面瞬间好转 杨开将布囊的虫子 一只只打出去 收服了一只又一只妖狼 旁边的浪青山和赖子头 也没闲着 同样示威 很快杨开就发现了玄机 这些虫子 姑且命名为玉兽虫 可以被祭出 就如秘宝一样 不过它们却是一次性消耗的秘宝 而在被祭出之后 就会化作一道白光笼罩妖狼 这个时候便是自身的神念与妖狼的神念交锋的时候了 若是能压制住妖狼的神念 白光就会涌入妖狼体内 收服它们 若是压制不住 白光会溃散开来 那玉兽虫也会死亡 甚至舞者也会受到一些伤害 赖子头就吃了一次亏 它一次性祭出的玉兽虫数量太多 结果自己控制不住 有两团白光暴碎 导致它鼻孔都流出了鲜血 脸色一阵苍白 时间续续流逝 本是三人被几十只妖狼围攻 不过有了这些玉兽虫的帮助之后 局面立刻好转 一住香后 几十只妖狼死去半数 剩下的一半都被三人收服 赖子头气喘吁吁 不禁生出一种 结后余生的庆幸 之前在那剑枝世界中 它虽然透过小玄界 一直观望阳开和浪青山的历练 但那不过是旁观 虽然经常看的胆战心惊 毕竟没有亲身经历 如今自己也经历了之后才发现 这一个个果中世界 并不是那么好闯荡的 要不是自家大人在关键时刻参透玄机 这第一阵他们就得凶多吉少 大人 这难道是玉兽的世界 浪青山问道 杨开看守道 从眼前的情况来看 大概如此了 不过是与不是 还得再探索一阵才能知晓 数日之后 之前的猜测被证实 这确实是玉兽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大大小小的兽群数之不尽 杨开三人实力被压制得厉害 想要取胜就只能依靠手下 妖兽的力量 他们之前收服的妖狼 都不过是最普通的妖狼 那一个个兽群之中 还有兽王级别的存在 依靠布囊里的白色 玉兽虫根本无法收服 杨开尝试了好几次 那白光都破碎开来 并不是他的神念压制不住对方 而是白色的玉兽虫 承受不起两者神念的碰撞 杨开猜测 在白色玉兽虫之上 应该还有更高等级的玉兽虫 可以针对这些兽王 一行三人 在一个白兽群中 吃过亏之后 踏上了寻觅玉兽虫的道路 很快便有所收获 白色玉兽虫之上 果然还有更高级的 黑色 青色 紫色 不移而足 利用那些高等级的玉兽虫 杨开三人 很快收服了一只又一只兽王 兽王一旦被收服 其麾下的妖兽 也会跟着被收服 这些兽王之间 实力也有很大的差距 杨开将它们分为 白兽王 千兽王 万兽王 三个层次 白兽王统一百只妖兽 千兽王统一千只 至于那万兽王 则统一万兽 利害非诚 一个月后 三人各率领一只万兽大军 与最后一只兽群 展开绝阵 那兽群的数量极多 最起码有十几万 其兽王也脉象不分 浑身金色的毛发 壮如一栋防孤 杨开远远望着 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胯下的这只 万兽王的情绪有些不安 对方的兽王 对万兽王级别的存在 竟都有极强的威慑 这已经不是兽王了 大概是兽王 战斗很快打响 有狼死生无数 虽然对方数量极多 又有兽王作阵 但杨开等三人 兵分三路互相配合 一边杀敌 一边收服 对方阵营中的兽王 很快便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有得三日苦战 杨开拼着被那兽王咬伤 将其成功收服 当收服那兽王的同时 一股柔和的力量 便将三人包裹着 送出了这个世界 三人再次出现在了世界树下 杨开浑身血迹斑斑 不过却是咧嘴狂笑 又一枚世界果入手了 虽然只是下品 略作修养 杨开顾及重施 从小玄界中再放出一人出来 让他带着自己进入果中世界 时间一天天过去 闯荡果中世界的人数越来越多 人多力量大 旁人进这果中世界 一般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杨开却是好多人携力合作 自然有巨大的优势 那一个个世界千奇百怪 有需要靠武力征服的世界 有需要修炼到那个世界的极限 破开压制才能脱困的世界 也有天然的迷宫 让人进入其中 找不到东南西北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不过很快扬开 便总结出一个规律来 下品世界果需要耗费的时间 并不算太长 顶多三个月就可以脱困 中品世界却是难度激增 最起码也要一两年 这个时间是国中世界的时间 与外界并不相同 事与杨开并不是太担心 他在国中世界度过了好几年 外界恐怕也才十几日而已 某一日又一个手下带着玄界珠 冲进了世界果中 杨开第一时间从小玄界中走了出来 顺便将之前进入过世界果的十几人放出 然而还不等他查探一下 这个世界的档次 便忽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排斥之力 笼罩住几身 等再回过神的时候 人已站在了三千世界树下 不但他如此 被他放出来的十几个人同样如此 浪青山一脸赫然 怎么回事 杨开也感觉莫名其妙 他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根本不知为何会被世界果给排斥出来 便在这时伴随着轰隆隆一声 地洞深游 一根根须忽然从地下探出 如一条长边朝着杨开等人横扫而来 这根须赫然是三千世界树的根须 谁也没想到会有如此变故 一时不察之下 当场便有一人被扫飞出去 咕噜噜朝山下滚落 杨开躲得还算快 看看避开了这一击 扭头望去 只见被扫下山的那些人并无性命之忧 只是个个狼狈而已 这才放下心来 哎呀 一声惊叫传来 却是赖子头也被扫了下去 紧接着 在场众人有一个算一个 全被扫飞 杨开左右腾挪 屡次避开那根须的抽扫 正躲避间 忽然察觉有目光注意自己 连忙望去不由赫然 只见那三千世界树的树身上 浮现出一张苍老的面孔 正一脸怒气地瞪着自己 语之后事如何 混音继续收听《物恋巅峰》 第3402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第441集